面对着头骨碗 有可能流入到寺庙中的外界猜测 甘肃省藏学研究中心的某位专家 自称确实在寺庙中见过头骨碗 他说 作为法器的头骨碗是相当神圣的 也没有雕刻装饰 是一种宗教的需求 只要你心中信仰 怎么会把它买来买去的获取钱财呢 而且啊 寺庙不会让这些法器外流 真正能见到的人呀 都非常的少 而且对有信仰的藏民而言 也不会随便把头盖骨带回家 他们相信头盖骨是人的灵魂依附之地 是不能亵渎的 随着侦查工作紧张有序的开展 警方查阅了大量有关藏传佛教的习俗知识 走访了许多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 作案的动机已经明朗了 接着就是派出大批的工作人员 明察暗访 可能存在的头盖骨工艺品市场 甘肃汉龙拍卖有限公司 董事长鲍建和 时任甘肃省收藏协会会长 他从事文物股丸行业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当记者问及头股丸的相关情况时 他说 听说过 但未经手过 此外 鲍建和认为 这种东西在北方销路不好 一是民族氛围较重的物品 汉人轻易不会介入的 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 是唐卡与佛像 因为其足够精美 艺术观赏价值较高 而对于人骨制成的物品 大家还是比较忌讳的 普通百姓心理上 也不愿意承受这种压力 在西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很少有人追捧这类所谓的工艺品 头盖骨碗 接近棕色 大眼一看 类似于木头或橄榄盒质地的 雕着精美的护法神像 背面有三道轻微的骨头裂痕 手感冰凉 颜色越深的头骨 说明年代越久 在寺庙里承受香火的时间越长 民警调查时 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工艺品 于是假扮游客说 想要进货 那位摊主说 我们是从青海弄过来的 手头上只有三个 如果你想多要呢 我可以随时到上面去收 民警问 上面是哪里啊 摊主用手指了指西边回答 上边就是指西宁那边的塔尔寺啊 塔尔寺周围有人卖的 基本是批发 我们上去一趟啊 带几个下来 赚个路费 辛苦钱 此摊主还说 去年他曾资深跑到过北京去拓销路 这没想到 北京的销路比兰州好得多 兰州一年出手不到十个 北京能卖五十个左右 不光北京 南方的广州 深圳等地的销路也好 而且价格容易炒起来 有市场 自然就有高低贵贱之分 因此头骨碗分为几种等级 首先是年代的差别 其次是后续材料的区别 包银的碗在兰州卖到一千三到一千四百元 包金的能卖到两千元左右 此外 还有出售整个骷髅头的 经过细致精巧的雕刻后 能卖到五千至六千元 这条产业链虽然不大 但很完整 公开资料显示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其市区内某个集市中 曾经出现过两个祥银的头盖骨碗 分别被标价为一千五百美元和一千七百美元 此事 后经举报 被澳大利亚公平交易局发现 随后将之取缔了 远在北京的潘家园闻完旧货交易市场 某位摊主称 听说有人想买头骨做成的物品 便说那东西售价很高 一般都是私下交易的 一位爱好骨碗的知情人说 他在潘家园市场 曾经见过用人的头盖骨做的碗 记者前去探寻 逛了两个小时后 还真的发现了一只人头骨做成的骨碗 那是一个和平日大家用的碗 极为相似的东西 呈现致密的白色 高度大概三四厘米 直径十厘米 边缘详着银色的雕花金属 金属下面可以看出是骨头做的 有人问 老板 这碗是怎么做的 摊主一脸的精明 故作犹豫的说 是 用人头骨做的 记者来之前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于是摆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开始询问一些专业的问题 最后该摊主称 这只骨碗 其实只是仿人头骨做的 售价二三十元 摊主的话匣子打开了 说 我在潘家园十多年了 至今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人头骨做的碗 但是听说过的东西 真的是人头骨碗 与这个仿制品类似 但是做工非常的精美 用金或银详嵌的 价格不用猜 肯定非常的昂贵 谁也不会放在表面上摆着的 骨碗也分年限 所用的骨头啊 年头越长 价钱就越高 甘肃上官机关 通过县人多方收集的情报 不久后得到了一条线索 有一个在临县永靖县姓刘的商人 曾出售过碗状的工艺品 有的上面想欠着银边 有的上面想有金边 报价高低不等 2006年4月10日 公安机关立即锁定目标 决定抓捕刘姓商人 民警假扮成买主 进入其店铺 跟店员动拉戏车混熟之后 小心翼翼的说 你们家的东西都挺特别的 有嘎巴拉嘛 店员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那种东西很少见的 民警说 你没见过呀 挺可惜的 那东西挺特别的 我想买五个送朋友 这东西在咱当地不常见 反倒是在上海呀 北京啥子很受欢迎 真是墙里花开墙外乡啊 价格可贵了 店员一听转了话锋说 我新来的 没见过 大哥您坐着喝口茶 我问问老板去 他认识的人多 可能有谱 因此几个小时后 这个刘姓商人 刘振飞化名 便被带回了国安局 经过审问 他招供说 是青海省护筑县的梁大成 画名 曾卖给他一些头盖骨 买回来之后 自己请师傅 将其加工成了工艺品 于是天柱警方 立刻联系护筑县的警方 协同办案 扑向梁大成的家里 没想到扑了个空 后来经过村干部的打听 得知梁大成在其亲戚家做客呢 于是警方成功的在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抓捕了梁大成 在警车里 审问当即展开 梁大成一身的冷汗 知道事情败露了 于是就和盘托出 他说 是我把骨头卖给刘振飞的 民警问 头盖骨你哪来的呀 是老乔卖给我的 老乔是谁呀 说前面 我不确定 应该是叫乔丽石 他卖给你的是骷髅啊 还是头盖骨啊 梁大成的鼻尖冒汗说 他卖给我的 是人的骷髅头 我把他们给切了 然后啊 把头盖骨卖出去的 剩下的部分呢 剩下的让我给扔了 乔丽石是哪里人呀 现在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也是我们护住县的 哪个村我不知道 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排查出了 确实有乔丽石此人的存在 于是两地警方再次出动 将还在家中午睡的乔丽石抓获 经过审讯 乔丽石供述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得知头盖骨工艺品 可以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 便动了心思 考虑再三 自己带着村里的几个壮劳力 经常到一些荒地中 寻找那些没人打理的坟头 事先踩好点 然后趁着叶色 带上刨枣 斧具等工具 将坟头挖开 有些坟头年代久远 棺材早就烂了 有的甚至连棺材都没有 他们将尸体的头颅取走 后来挖得多了 老坟不那么好找了 于是便选择了一些近代的坟头来挖 如果棺材比较完好 他们就撬开棺材板 然后将尸体的头颅取走 再把棺材盖好 恢复原样 收集一批骷髅头后 乔丽石就卖给本县的梁大成 回到天柱县公安局 将刘振飞、梁大成、乔丽石三人 分开审问 交叉印证 最终确定了钻过程 至此 震惊全国的121科人头骨案 终于告破了 人头骨迷案 真相大白 4月12日 甘肃省官厅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社会通报了人头骨的侦破消息 甘肃省官厅新闻通稿如下 3月27日 甘肃省天柱县探山岭镇 金沙峡大湾口 发现了121颗人头骨 经官机关调查 县已查明 青海省护柱县农民乔某等人 结伙在荒郊野地的 年久无主木屑中 倒挖人头骨 出售给该县的梁某 梁某聚下头盖骨 卖给甘肃省永静县的刘某 刘某将其加工成工艺品出售 谋取非法利益 2006年春节前 梁某乡聚下的头盖骨的残余部分 装在编织袋中 抛弃于甘肃省天柱县 探山岭镇 金沙峡大湾口附近 县参与人员 已经全部被公安机关传唤 公安机关将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进行处罚 公安部门的动作基本结束了 但接着 一个难题 摆在了法官的面前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